煮了泡面 帮忙啊 居然还记得给我煮一碗 不错 那我就开吃了 等一下 你知不知道吃泡面 是讲究温度跟时间的 还有泡面 不就是碗泡面吗 主编 我们以前穷的时候 在国外天天吃泡面 吃泡面不健康的 你能不能做点真正的食物啊 这是你该对一个病人说的话吗 那你怎么不做饭给我吃啊 我能收敛你到现在 已经人治意境了 是谁当初把我撞进医院的 又是谁当初 好 你要这么计较是吧 你要这么计较的话 那你现在回来 来来来来 来 谁泡水 来 你以为我不敢哪 我觉得这个泡面的时间可能快到了 我们待会儿再上讨论这个问题 你先不要冲动啊 主编 喂 我先冲动啊 小悠 小悠 是谁啊 开门呢 爸爸 起来 起来 快快 起来 叔叔阿姨 我去跟他们打招 叔叔阿姨 你 不能不能 不发现你在这儿 为什么 叔叔 快快 快 进去 我为什么 站起来 你干嘛啦 躲进去 小悠 我不要在里面 躲进去 求你 走 小悠 小悠 小悠啊 小悠 开门呐 哎呀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呐 在家呀 对啊 我在厕所 没听见 知道你刚下班 肯定没吃晚饭吧 是啊 这怎么就吃泡面呢 还吃两碗 啊 多不健康啊 我 给你带好吃的了 是啊 你自己会做饭 你做点吃 别懒 来 什么好吃的啊 这么多 想吃什么都有 哎 对了 悠悠 我记得你有一件红色的上衣 在你的柜子里吧 我要借一下去那个 妈 不在这个房间 我放如同那个屋了 我一会儿找给你啊 你 怎么放如同 我麻洞有脸堵了 你帮我去看一眼 这个麻洞怎么回事 我现在创的时候 一直不太好用 来 你看一眼 怎么回事啊 哎 这狮子狗是哪儿的 啊 别放桌上啊 如如的 她老爱买这些奇怪的 爸 我那个马桶渗水了 你帮我看一眼 马桶 我妈肯定弄不好 堵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 悠悠 你这是上午就堵了吧 是啊 堵很久了 行了 找物业吧 对对对 找物业 咱也弄不好 这太复杂了真的 小路 苏苏 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悠 你叫我 对对对 我叫她过来 帮我收一下马桶 对对对 太好了 来来来 你过来看看 快快快快 马桶堵的都不行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 你看看 看看这个 对对 小路看看 怎么回事这是 应该多冲几次就好了吧 这这这 你看这水都没有 这都堵到里边了 这 对呀 小路啊 你别客气啊 这个鸡啊 是你叔叔做的最拿手的菜 来 你尝尝 谢谢阿姨 哇 叔叔 这道菜大有来头哎 少少 这是不是就叫做安东仔鸡啊 有学问 它好像是当年毛主席 宴起尼克松的一道 最有名的国宴名菜 见过师面 来 鸡个掌 吃吃吃吃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知道鱼香肉丝里面 根本就没有鱼呢 对对对 松鼠桂鱼里面也没有松鼠 驴大锅里面也没有驴啊 那夫妻废片里面有夫妻吗 老婆病里面有老婆吗 这都是哪跟哪啊 吃吃吃 来 小路 多吃点啊 好 这下人 我跟你说呀 以后经常来家里做客 你们年轻人工作也忙 都是老吃外卖吃方便面 对身体不好 家里坐着吃多好 对啊 是吧 我就在那个 就是这附近应该蛮多好吃的 我也很喜欢在家里面吃 想吃你就自己去做 我们年轻人呢 工作很忙 就平时只能点点外卖 你不去换工作 现在时间应该很多啊 换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啊 怎么换工作了 最近 也好 你不总跟我说 那混蛋上司欺负你吗 我还想找那孙子算账呢 爸 多吃点 别说了 别说了 都吃点 你之前那个公司的老板 对你不好啊 现在这公司有任何事要跟我分享啊 我再好关心你 算得混蛋运气啊 他要再敢欺负你 我就抽他 我这抡大勺的时候 一巴掌把他牙打没了 你爸真会我跟你说 我闺女啊 她压根这不是搞设计那块料啊 就别往那圈子里混了 爸 你又来了 不是 你工作上被人批评 这首先你要检讨自己 我做挺好的 我工作特别努力 光努力是不行的 这搞设计是要有天分的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叔叔 要不要吃个 这很好吃 其实 据我所知 晓鸥她在设计这个领域 其实还蛮有天分的 是吗 她就是自己瞎画画 有什么天分呢 这过日子 还是得油门手艺最好 你看我跟你阿姨 就是凭手艺吃饭 这日子过得不也挺好吗 设计服装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也算是一门很高深的手艺 而且我听说最近 很多公司都想挖她 真的呀 又这么厉害呀 主要是我在那个公司 我们老板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让我可以自己创作 那 那太好了呀 以前那个老板 都没有给你空间 让你创作吧 对啊 以前只会压榨我 是啊 我说闺女啊 换来换去还是设计 咱们能换点别的吗 爸 我不就只能干这些行吗 我还能干别的吗 快吃饭吧 女孩子那边什么勺要行 对啊 多吃点 就是你干几点了 肯定不说啊 吃宵夜了 晓鲁晓鲁 你多吃点啊 好 我们不说工作上的事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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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谁让你吃的啊 你做饼干不是给人吃的 难道摆在这边好看啊 以前看你工作十五个小时 都没吃东西 怎么来我家之后 饭量变得这么好 你很小气 我做这个又不是给你吃的 那你做给谁吃 你做给路人之吃啊 我是做给新同事们吃的 你还会学做人呢 我这叫以成相待 你这叫拍马屁 干嘛啦 主编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啊 你难道要一直这样废下去吗 我哪有 只要你肯听我的 你肯定所强无敌 你想想为什么现在我这么顺利 来 别犹豫了 还给我啦 你现在有好运还被同事排挤 你偷听我说话 你不是也偷听你同事说话吗 还怪我 想偷亲我 还怪我 嗯 想偷亲我 你一辈子都别想 上班去了 童小悠 干嘛 过来 过来啊 干嘛 干嘛 我告诉你 你啊 对他们再好 他们都不会把你当朋友的 滚 陆先生 你以为你有朋友啊 你看看你从落难到现在 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帮过你 我不需要朋友 随你一遍